我們尚捷克 尚捷克那個 就是有介紹對抗深層網路 對抗深層網路現在遇到的問題在哪裡 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很難訓練啦 尚捷克雖然你們抄著範例就可以做了 但是我在做過程中發現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他參數很難調 這件事情大概也蠻清楚的 好 那這個如果你還有點印象的話 就是在我們這節課剛開始上的時候 前幾節課 是不是你也覺得深度神經網路非常難訓練 想想看在你學會Recedure Learning前 就是你那個時候是不是一直面臨著T度消失的問題 然後你明明知道就有T度消失問題 然後學一狗票的方法 似乎都沒有辦法很好解決它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對抗深層網路我們也 目前我們也遇到了跟當初非常像的狀況 這樣可以大概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回頭想一下 那當初這個深度神經網路 它難難在T度消失嘛對不對 那對抗深層網路難在哪裡咧 它難在 以往我們在設計Loss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想的是怎麼樣把T度消失的部分把它約分約掉 這樣這邊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還記得Cross Entropy為什麼要出來嗎 因為Cross Entropy它在微分的時候 它的分母會有P乘以1-P嘛 那P乘以1-P這個東西 要很...有時候會...就是它是兩端 就是當P很大很接近1跟P很接近0的時候 P乘以1-P都會是0嘛對不對 這個是會...後...這個是會讓T度消失的部分 SIGMOID函數的微分就是P乘以1-P嘛 所以為了我要把SIGMOID函數的微分 像把它約分約掉 所以我才設計出Cross Entropy這個損失函數 這樣可以...這樣大概...這樣還有印象嗎 對不對 就是...我其實... 我其實Cross Entropy當初為什麼設計出來 其實原因是這個樣子 所以...以後...好像... 我們在做一般的神經網路優化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覺得說 所以說...這個...遇到了SIGMOID函數的Output 我就要給它Cross Entropy的...這個...Lost Function 好...好...彷彿變成一種直覺反應啦 對不對 好...這在一般的任務中沒有問題 好...可是問題是... 欸...你要知道他為什麼當初設計Cross Entropy給他喔 當初那個理由放到...對抗生存網路上還成立嗎 欸...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好不好...欸...我現在告訴你們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喔 對不對...我們...我們現在學這個...那個...人工智慧喔 我們不要老是...像背公式一樣 可是看到SIGMOID的就說是Cross Entropy 對不對...欸... 在對抗生存網路上...欸...好像就不是這麼回事喔 對不對... 約分約掉這件事情...在對抗生存網路上... 嗯...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喔...好不好...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喔... 好...因為... 呃...約分約掉... 代價是什麼... 代價是...這個... 他的代價是這個...欸...他這一項喔... 這一項把它不見了以後... 他代價就是... 當這個...欸... 當這個Discriminator... 他已經完美的預測的時候... 因為他有時候會很完美... 有時候會很不完美嘛...對不對... 他不是說一開始就不好... 然後慢慢的就變好... 這個...這個跟之前的狀況不太一樣喔... 之前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那個神經網路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是隨機亂拆... 隨機亂拆... 最差最差...準確度就是50%... 他的準確度絕對不會0%... 這樣知道嗎... 他的準確度絕對不會0%喔... 他的準確度就是50%...對吧... 好...那... 這個...他最好最好... 準確度就是100%嘛...對不對... 那100%... 他... 不訓練了... 可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就收斂了嘛...對不對... 好...可是... 這個...對抗生存網路不是這個樣子囉... 對抗生存網路的時候... 對於Discriminator來講... 最差最差的狀況是什麼... 最差最差的狀況不是他沒有分辨能力喔...0.5喔... 最差最快的狀況是... Generator完全可以騙過他... 每一張圖都騙過他... 故意從他...就是... 故意... Generator可能... 非常了解Discriminator是靠哪些特徵去決定真假的... 所以他故意... 把... 假的看起來像真的... 從他的角度看起來像真的... 所以他100%也騙過他... 所以他的Bestline就不是0.5喔... Bestline就是0... Bestline 0... 而且... Discriminator... 所以說... 在最... 極端的狀況下... Generator完全騙過了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完全沒有辨別能力... 這個時候T度多少勒... 欸...T度是0... 因為P乘以1-P的問題... 好... 那... 當Discriminator完美的壓制了Generator的時候勒... T度多少... T度還是0...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要停止訓練嗎? 欸...沒有要停止訓練啊... 因為Generator我們可能還沒有訓練好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 因為我們的研究終點... 跟以前不一樣啊... 所以說... Cross Entropy就不是這麼自然的... Sigmoid output就要配... Cross Entropy... Loss Function... 這樣懂意思嗎? 欸...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觀念喔...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學... 深度... 就是學這個人工智慧的課程這樣一系列下來... 前面為什麼教那麼多數學... 其實... 都是為了... 當你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的時候... 欸... 要破壞你的直覺... 不要說你以前用... 什麼...就是... 遇到什麼狀況就用什麼... 永遠都是對的... 欸...像現在你就會爆掉...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Cross Entropy... 似乎是... 呃...似乎是... 不太理想喔... 至少在對... 對抗生存網路上... 是不太好了... 這樣知道了吧... 喔...我這邊其實就在講剛剛那個地方啦... 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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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就是... 因為對抗生存網路... 的終點... 跟... 這個... 一般的... 深度神經網路... 對...就是監督式學習的... 終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做... 好... 那... 呃... 所以我們... 重上所述啊... 就是剛剛你們明知道... Cross Entropy... 在我們現在這個任務是有點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就是... 改... Lost Function... 對不對... 又回到了第一課... 欸...我們真是有始有終啊... 對不對... 第一課講Lost Function... 最後一課還是要講Lost Function... 好... 那... 最後一課我們要講Lost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的目標哪些咧... 第一課... 欸... 我們要去除Sigmoid Function... 為什麼... 因為Sigmoid Function... 它就是有P乘以1-P... 我勢必要用... P乘以1-P就是一個討厭的東西... 我勢必要... 找個東西去拿約分... 所以我才會... 用... 那個... Cross Entropy... 欸...可是我又不能用Cross Entropy... 對吧... 欸...那這樣子... 何不我就把Sigmoid Function給丟掉了... 我不要用Sigmoid Function... 欸...這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突破的idea喔... 好不好... 雖然我的Output是0跟1... 但是我可不可以就不要用Sigmoid Function... 我如果不用Sigmoid Function... 它的質疑是介於... 負線大到無線大之間...對吧... 那這樣會不會有問題呢... 嗯... 不知道... 我們先試試看啦...好不好... 好...第二個是... 無論... Discriminator跟Generator... 誰比較佔優勢... 我們要選擇一個... 比較平滑的損失函數... 來描述目前的... 競賽狀況... 這是什麼意思咧... 就是... 剛剛前面講說... Cross Entropy它有個特點... 它要嘛... 就是... 它要... 它...如果在... Discriminator很佔優勢的時候... 它的Loss會接近你... 在Discriminator不佔優勢的時候... 它的Loss會接近... 就無限大... 它的Loss會接近無限大... 這樣子太不平滑了... 什麼叫太不平滑了... 就是... 呃... 有時候... 動得很... 動得很慢... 在Discriminator佔優勢的時候... 這個Loss下降很慢... 在Generator佔優勢的時候... 這Loss上升得非常快... 對不對... 這個不是很平滑... 所以說... 我們必須換一個損失函數...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研究... 現在這邊有一個研究啦... 就是... 因為... 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很難訓練... 這件事情... 很多人... 就是... 2014年... 那個... 對抗生存網路剛出之後... 很多人去做深入... 發展之後... 就發現... 這東西真的有夠難訓練... 所以發展出了一系列的GAM... 好... 叫... MMGAM... NSGAM... LSGAM... WGAM... WMGP... 聽不懂沒有關係啦... 這個... GAM... 就是... 就是... 對抗生存網路... 那他前面加一些不同的名字... 分別描述不同的事情...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好... 那... 這邊他就是說... 欸... 這個... Google團隊喔... 他就比較一下各種... 各式各樣的GAM... 在做... 不同的任務... 上面... 來看看... 誰... 比較有優勢... 當然... 呃... 似乎看起來... 呃... 並不是某一個... 永遠都優於某... 其他的... 就是... 不是說這些裡面... 某一個就永遠都是最好的啦... 好... 有一個叫VAE的最爛啦... 因為他根本連GAM都不是... 他是... GAM上代技術... 好... 那...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紅色線就是... 部分就是... 比較...表現比較好的地方... 你應該有注意到幾個... 第一個... WGAM... WGAM... 兩個WGAM都有上榜... 對不對... 然後跟NSGAM... 好... 今天我們就要講WGAM...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WGAM好像... 在剛剛比較中... 是有稍微... 有一點小小優勢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 看一下他要怎麼來實現他好了...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WGAN齁... 他... WGAN他... 這個2017年被提出來... 那... 他提出來的時候啊... 呃... 他的那篇... 那篇... Pepper... 欸... 數學蠻複雜的... 這個我想... 我們應該是... 看不懂這篇的數學啦...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看他的... 結論就好了... 就是他怎麼實現的... 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他宣稱... 找到了... GAM的通解流程... 也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用他的方式訓練... 一定都可以訓練得很好... 參數也不用調太累... 好... 不過就有我的經驗啦... 呃... 事情... 絕對... 沒那麼簡單啦... 欸... 這個... 他是有比較強壯一點... 但是... 離像... 那種等級... 還差太遠... 也就是說... 從我的角度來看... 他頂多就是把... SGD改變成ADAM... 欸... 這樣更多狀況下... 他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 並沒有... 真的像... 那樣... 把世界說... 把... 問題都能不能解決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他怎麼做的好不好... 首先... 第一個... 他是將... Discriminator最後一層的... SIGMOD的函數移除... 所以... 他的輸出就是... 負線大到無線大之間... 並且... 他定出了一個... 非常簡單的損失函數... 他的損失函數... 是怎樣... 這個損失函數是什麼... 什麼意思... Y... 要嘛就0... 要嘛就1嘛... 這樣可以接受... Y... 等於0... 損失就是X... 所以當Y等於0的時候... X越大... 就越不好... X要越小越好... 當Y等於0的時候... X要越小越好... 當Y等於1的時候... Y等於1的時候... X就要... 越大越好... 因為這是負數嘛... 這樣可以吧... 所以...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一個... 線性的損失函數喔... 這是什麼意思... 當... Y等於0... 也就是... 假樣本的時候... 我希望... Discriminator... 可以給出一個... 很大的X... 當Y等於1的時候... 我... 欸... 給出一個很小的X... 不好意思... 這個小... 最好還可以小到... 負無限大... 這樣可以齁... 那... 當Y等於1的時候... 我希望X... 最好給到無限大... 這樣知道嗎... 當Y等於0... 他希望X... 趨近於負無限大... 當Y等於1... 他希望X... 那因為... 他這個部分... 線性的... 這邊是線性的嘛... 對不對... 然後... 加上他 output也會線性的... 所以他沒有T度消失問題... 對啊... 他不會有... Sigmoid function容易T度消失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沒有T度消失問題囉... 他沒有T度消失問題... 以外... 這是他第一個改進的部分... 就是改進... 損失函數嘛... 這樣可以喔... 改損失函數... 第二個改的部分是... 他對Discriminator的Weight... 做了一個特殊的操作... 也就是說他限制... 所有Discriminator裡面的Weight... 都不會超過某一個數... 那那個數一般來講... 是被定為0.1啊... 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我會... 隨時去檢查... 我的Discriminator... 有沒有超過0.1的權重... 有的話我就把它限制為0.1... 這樣懂的意思嗎... 喔... 用想很簡單啊... 有沒有突然覺得寫程式... 應該蠻難的... 程式寫起來應該蠻難的... 而且絕對不是... 這個... 這個聽起來就... 一定是底層才有辦法做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做一下... 來... 那我們要用上捷克的Data... 手寫數字喔... 好...我們看一下... 好...這就上捷克的迭代器...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接著... Model的部分... Generator... 跟上次一模一樣... Generator沒有改變... Discriminator... 看好Discriminator喔... 好...仔細看一下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 以往... 做完Convolution之後... 是不是還要做一個Sigmoid... 對不對... 現在不做Sigmoid... 現在就不做了...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說... 它的預測是... 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之間...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我們寫損失函數嘛... 損失函數... 來... 這個就是新的損失函數... W Loss... W Loss就是... Y乘以... Y乘以... X... 加上... 就是... Y乘以... 欸... 1-Y乘上X... 再減掉... 這個... Y乘以X... 這樣可以齁... 好...然後這樣就有W Loss了嘛... 所以這是我們新的架構喔... 這樣可以齁... 好...繼續... 好...那...那個... 那個... 作畫器的部分... 我們一樣使用ADD... 欸... 注意一下... 我們在做... 這個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時候... 我們都不給它... 正則化的約束... 欸...這個好像也是跟我們之前的網路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為什麼不給正則化的約束... 沒有必要啦... 因為他們的目標並不是... 越小越好... 這樣知道喔... 好... 好... 接著... 我們就一層一層寫底層嘛... 好不好... 來...先寫底層... 這邊... 這邊都跟之前一樣啦... 就是產生權重填進去... 然後... 設計Updater... 這邊都是複製貼上就可以啦... 這個是... 就是... 非常easy的部分...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貼一下... 好... 接著... 要開始訓練了... 好... 訓練的時候... 來...注意... 注意我們來看... 訓練... 那個... 損失函數改完以後... 最後一個... 剛剛還有一個地方要改變了... 是不是要限制權重... 不能超過0.1... 可以齁... 好... 這個0.1是不是寫在這裡... W Limit... W Limit等於0.1喔... 這裡是可以改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做回圈的過程中... 哪一部... 哪一部被改變了... 好... 我把... 我把這個... 就是... 我不要存... 存成PDF... 我就讓他隨時把這個... 寫出... 好... 來看一下... 哪一部改變... 來...在這裡... Wid Clipping... 這是做權重... 權重的限制... 這個權重的限制被規定... 喔... 我所有的權重... 都不可以超過... 都不可以大於0.1... 也不可以小於-0.1... 這樣知道了嗎... 這裡就是在做權重的限制喔... 這... 這一串... 限制完了之後把它填進去... 這樣知道了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做... 啊...我把CPU改GPU... 欸...我...我把GPU... 把他趕第一顆GPU好了... 好...我們來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我上次跑訓練的過程... 就... 欸... 媽的怎麼爆了... 我希望你是用一顆的... 因為我用四顆的... 還... GPU也不能連... 啊...為什麼不能連... 不可能不能連啊... 我現在就可以用了... 我現在是用四顆的啊... 對...我說我用四顆的... 然後... 我直接GPU... 不能動... 現在不能動... 我... 我現在是連貼的... 不能動... 但現在是你用的... 這...這沒有什麼邏輯啊... 啊...不然我先用CPU好了... 對啊... 我也不知道... 看是CPU... 可是我... 可是我現在正在有... 我... 我現在就有... 程式正在用GPU跑欸... 而且是可以用的啊... 你看... 對...我知道... 因為我用... 別的程式嘛... GPU... 好... GPU就可以跑... 但是... 只要...這個... 這...這一堂課的... 這...這一堂課的... 用GPU... 哦...真的嗎... 這一堂課的GPU為什麼不行... 到時候我再來想辦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這是...這次他跑出來的樣子... 我們讓他跑一下... 好...那沒關係啦... 等一下你們先貼這一段... 然後... 如果你去注意他的Lost軌跡的話... 因為他現在Lost是介於... 負線大到無線大之間的嘛 對不對 你會發現 雖然我們好像把那個限制拔掉了 但其實他的Loss 是蠻穩定的陣伏喔 我們跟桑傑克比較一下好不好 讓我們跟桑傑克比較一下 上一節課 第15課嘛 桑傑克你感覺到了什麼 是不是 Rio跟Fact比較低 Generator比較高 所以Discriminator壓制了 Generator 對吧 這是上一節課的狀況 這一節課呢 你會發現 欸 他們沒有誰壓制誰囉 雖然一開始Generator也被壓制了 一開始的時候 但 隨著時間的進行 欸 他們其實 他們其實 大家其實差不多喔 這樣可以齁 沒有說誰比較優勢 誰比較劣勢喔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吧 好 那 所以這個 這個 而且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馬上很快很快 他就有 有點像的數字出來了 所以 WGAN真的是比較好 好 那我們這邊不管啦 那我們等一下 你就先稍微練習一下 把程式碼稍微貼一下 然後做出WGAN 那WGAN做完之後喔 我們再做 我們再換一個 新的 我們再換一個 別的東西 就是 欸 你現在學WGAN了 你要做其他版本應該不會難的 因為WGAN是最難做的 我們做LS GAME LS GAME就是 把你的LOS FUNCTION 從 本來是W 那個WGAN那個LOS FUNCTION 是 1-Y乘以X 減掉 Y乘以X嘛 對不對 現在 請你把LOS FUNCTION 改成 X-Y的平方 喔 這個是非常簡單嘛 這個就是MSE嘛 對不對 那個我們線性回歸的LOS FUNCTION 也是這一個 好 等你把你改成這個之後 你再做一次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 欸 這個ABC在哪裡啊 喔 這個A是這樣子的 就是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 我們原來的那個標籤啊 X跟Y 是不是都是 就是那個Y 我們原來那個Y 我們原來那個Y 是不是都是 呃 當 真實樣本的時候 我們就給E 假樣本我們就給0 然後在GENERATOR的時候 雖然它生成假樣本 但是因為我們要讓Discriminator 以為它是真樣本 所以給它E 對吧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種LABEL 對不對 011對不對 好 可是現在 欸 我們假定A是訓練Discriminator 生成10的LABEL 那B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呃 這個就是那個假樣本嘛 對不對 這個是 真樣本 這個是 假的我們故意把它反成真的樣本 原本是011對不對 011是標準版 欸 可是這個 呃 LSCAN 它告訴我們說 喔 如果你用 你把011改成-110 你可能會得到更好的結果喔 這個聽起來很不合邏輯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沒有認真看Paper 好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看看 就是 把這個LABEL改完之後結果怎麼樣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做一下吧 剛剛我們那個GPU 剛剛我們用GPU沒有辦法跑嘛對不對 這個問題是出在這個權重 權重採檢這裡 那因為我剛剛是用這個 我剛剛是用MXNet MXNet內建的這個 內建的這個函數 MXND這個 minima 來限制那個權重 那我現在把這個過程 把它換到R裡面去做 我先As Array As Array 把它變成一個R裡面的Array以後 然後去用R的語法 這就是R的語法嘛對不對 所謂函數 用R的語法去限制權重 再把它變回MXND Array 然後再把它變回List 後面就一樣了 這樣可以齁 啊 我這邊 因為我這邊那個 欸 我不要 我不要存model 不要存model 再跑一次 好 這樣就可以跑了 而且用GPU速度廣快了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繼續 欸 你們現在螢幕是誰的啊 我的嗎 現在是我的 OK 好 那個 反正你們大概都貼完了啦 然後這個 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LSGame LSGame就是改損失函數嘛 對不對 啊 如果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改Iterator 那我們來看怎麼改好了 好 Iterator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 簡單來講就是 現在 real fake 呃 不是 這個是digital 就labelreal labelfake 跟labelgenerator 欸 你可以把 這個數字改掉 現在是011嘛 對不對 011是標準的對吧 你可以把它改成-110 就是改這裡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所以 所以它generator就是改這裡就好 那Loss function呢 Loss function就很簡單了嘛 Loss function 欸 Loss function的部分就在這裡 本來是 本來長這樣 本來Loss在這裡嘛 WLoss在這裡嘛 你把Loss感這個樣子 把Loss感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 這個不是太難的事情啦 所以Gang的這個變形 其實沒有想中就是那麼難 當然你學過第一個之後 你就會覺得後面比較簡單了啦 這樣 好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Gang這個東西 看起來 入漢場 那 雖然看起來 有點用 但 痾 痾 但是就是 痾 蠻難訓練的 這樣 好 那我現在 就是 我們現在有個 就是 小小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啊 你就Gang可以做哪來的事 深層圖像 這個 這麼basic的 我們把它丟掉好了 除了深層圖像 它對我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上次這個課 教到 它可能可以用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但沒有什麼用 那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看看 夾樣本可不可以增加 Model準確度 因為夾樣本呢 夾樣本素數無限嘛 對不對 沒什麼用 還有什麼好方法啊 還有什麼好用的方法 這就是Gang它 比較麻煩的地方啊 你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好的應用前進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下一個 叫CycleGang 循環對抗生存網路 CycleGang就是 我們終於想到一種 把對抗生存網路做很好的應用方法 它又改了模型啦 但是它把整個Gang其實做大幅度的改變啊 但是我們來看看 循環對抗生存網路怎麼把 Gang的這個潛力發揮到極致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CycleGang有個想法上的突破啊 就是傳統的Gang 傳統的對抗生存網路 是不是 input是一堆雜訊 然後找 也不能說雜訊啦 就是一堆隨機數 然後我們找到一個函數 去做出 給我一堆隨機數 我就生成一個數字 或生成一個圖像啊 好 那所以它去找這個中間的 Function嘛 對不對 那最後就找到了嘛 好 那ConditionalGang呢 ConditionalGang它給的 並不是只有雜訊喔 它給的是雜訊加上條件 條件就是數字幾嘛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是人臉的話 那個條件也可以是 黑眼睛 黃皮膚 黑頭髮 類似這樣子 好 那下一步呢 有了Gang跟ConditionalGang之後 下一步就是 CycleGang 它的模型的input 只有條件沒有雜訊 把雜訊去掉囉 只有條件 欸可是 只有條件它不就是一對一嗎 你大家懂意思了嗎 它不就是一對一了嗎 沒有Noise啊 沒有亂數的意思啊 那如果是一對一的話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思考一下喔 假設我的Condition 跟剛剛一樣是手寫數字辨識 那我就是 輸入的是 數字 就要輸入數字5 然後完全沒有雜訊喔 那那個函數 那個Function本身是不會改變的嘛 那個在訓練完成之後 那個Function是不會改變的 對吧 那這樣子我每次輸入5的時候 它不是寫出來都給我5嗎 欸所以它就不能夠再用來做 條件式的 什麼 圖像生成喔 這樣懂的意思嗎 如果你只給條件 你不給亂數 你生成出來每個5都長得一樣 那這個Function還有什麼意義咧 你乾脆拿圖庫好了 對不對 就算那是假的那也沒用啊 我乾脆拿圖庫 好 所以說它的 應用領域就變少了 它沒有 沒有 不輸入Noise 應用領域就變少了 剩下什麼東西 那所以我們要給什麼樣的條件 所以你發現了一件事情 當它是數字化的條件 主要說是哪 數字什麼 或者是 紅頭髮黑皮膚黃眼睛 紅皮膚紅皮膚黑眼睛 類似這樣子 那它都只能輸入一個 一個 一個output 對不對 因為一個特定的input 就只能輸入一個特定的output 輸出特定的output 所以 結構化的input 就不太適用於cycle game的情境 這樣知道了嗎 因為 這很符合邏輯 如果你是結構化output input 那你自然組合有限 再怎麼多還是有限的組合 那每一個它都只能output 一個特定的東西 這樣子 就不太適合了 對不對 輸出就一定要有noise 所以 它只能夠做非結構化的輸入 這樣知道嗎 什麼叫非結構化的輸入 就來說一張影像 一個照片當輸入 照片絕對不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 如果有 它出來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有關係嗎 可能也沒有關係 我們再講更具體一點的 一段話 我們前幾節的課還有交到語言處理 對不對 我現在講出一段話 請它翻譯成英文 我講出一模一樣的話 翻成一模一樣的英文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對吧 所以 所以這個cycle game它的 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的input 是只有condition 這是跟一般game不一樣的 第二個是 它希望它的input是非結構化的input 而不是結構化的input 這樣知道嗎 最好是一句話或者是一張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 好 那這個原始的論文 在 就是這個cycle game 就剛剛前面這邊paper 這邊paper 它主要想要做的是圖像翻譯的工作 這個 前一個就是 那個團隊齁 在提出cycle game之前 它一開始提出的模型叫pixel to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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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ixel to pixel 主要在做什麼呢 這個model在做這樣 我素描一個貓的樣子 就是我手畫的線 我希望這個model進去之後 可以根據我畫的線 把它搞得像隻貓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其實感覺 實不實用不知道 但你想像得到他怎麼訓練了嗎 oh it's so easy 圖片input 圖片output 那不是跟我們segmentation的時候很像嗎 不就用那個unet 或者是那個fc 4D convolutional network 那東西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因為input跟output是什麼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那我不就是用那些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pixel to pixel這個模型 其實蠻容易想像的不厲害 好 那我這樣講好了 我如果要做這個任務 當然 線條我可以 我可以用一隻貓然後回頭去把線條描出來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有pair data 有pair data才能training嗎 這是我目前所知道的嘗試對吧 好 但是在許多領域中 我們不可能收集到pair data 舉例來說照片跟藝術化的轉換 我來給你看一下 這個鞋子跟他的素描圖 這個我們是可以一對一找到一對一的對應 對吧 所以這邊是有pair data 可是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想要把照片換成這個範谷的話 或是換成末內的話 可是你怎麼找到當初 末內是參考哪一張照片 可能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把照片留下來 說話的話 絕對找不到嘛對不對 那你也不可能叫末內現在過來 看著我的照片來畫畫 不可能嗎 末內已經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cycle game 非常有趣的地方 Pixel to pixel 這個model 他要用pair data才能training cycle game他可以用unpair data來training 這個就非常厲害 因為unpair data 幾乎可以說是要多少多少 大家稍微想一下中文跟英文好了 中文跟英文一對一的句子 這個數量一定很有限 而且很難收集對吧 那一堆描述 一堆寫中文的文章 這件事情要多少多少 一堆寫英文的文章 這件事情也是要多少多少 如果這樣就可以翻譯 那是非常好 那是非常強的一件事情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 這就是cycle game厲害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到unpair data的training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具體怎麼做 這個原理要好好跟上 很難喔 這個原理不太好 不太好理解喔 好 這個cycle game的basic idea 是利用翻譯任務中的循環一致特性 什麼叫循環一致特性呢 就是 從x翻譯到y 再從y翻譯回x 這兩個要一致 這兩個要一致 那你可以這樣想像啦 就是你在用google翻譯的時候 把中文翻 中文拿去給他翻成英文 然後你會希望他英文 你把那段翻譯出來的英文 再給google從英文翻回中文 這兩個中文就長得一模一樣 這叫循環一致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同句跟中文同句英文 他的關係應該是一對一印射的啊 這樣可以齁 這是循環一致特性喔 好 所以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設計出兩個函數了 第一個函數是g 第二個函數是f g負責把x翻譯成y 那他的目標是什麼咧 x翻譯成x經過g函數之後 他翻譯成y嘛對不對 再讓他經過f函數 所以fofgofx要等於x 然後gofofy等於y 這看得懂我要講什麼嗎 我是用數學表達啦 如果你要用這個圖像表達 就是類似這樣的意思 它cycleconsistence loss 這兩個要一致 這兩個要一致 他們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損失 神經網路必須去學習 把這個損失最小化 這樣可以齁 好 來 所以說第一個優化目標出來了 這只是第一個喔 好 第一個優化目標是什麼 我希望 fofgofx減掉x 的絕對值 加上gofofofy 減掉y的絕對值 這兩個要越小越好 所以把兩個絕對值加在一起之後 這個東西要越小越好 這樣知道了吧 好那我順便是用絕對值喔 可不可以用平方 平方合 也可以啊 也可以用平方合 原始論文使用的是 L1 loss L1 loss就是絕對值啦 L2 loss就是平方 這跟L1正則化和L2正則化 那個L幾意思一樣 好不好 所以 這個其實你換成L2 老實講差別不大 那個原始論文是用L1 loss這樣子 好接下來下一個 好那 假使訓練中只有cycle consistent loss 那聰明的你馬上可以想到 怎麼樣令gofofx等於x 就是 如果 x進入一個函數裡面 他完全沒有改變 就是gofofx這個函數 完全不會做任何事 就input等於output 這樣可以嗎 這個gofx 我們假設啦 假設gofx這個函數 什麼什麼屁事都不幹 就是把input丟給out 當作output 這樣可以吧 那 f函數也是一樣 input等於output 那這樣子當然 x先進入g函數 再進入f函數 他還是input等於output 所以他就會等於原來的東西嘛 對不對 你可以懂 懂意思嗎 我們來想一下 x丟到y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改變 y再丟回x的時候 他其實也沒有改變 這兩個函數 什麼屁事都不幹 當他們兩個函數 什麼屁事都不幹的時候 這樣一圈回來 當然還是自己 這樣一圈回來 當然還是自己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這件事不能允許的 可以接受嗎 好像看起來很疑惑的樣子 聽不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聽不懂啊 來我再講清楚一點 我們回頭想一下 這個g 這個叫ai 第一隻ai 這第二隻ai 我們把這兩個 稍微擬人化一點 想像成ai1 ai2好不好 那 ai1跟ai2 在翻譯的時候 必須 這是 不然我們把它講成中翻譯好了 x是中文 y是英文 好吧 x中文 y是英文 可是 ai其實並不懂什麼是中文 什麼是英文 對不對 對不對 中文跟英文在電腦上面看起來 就是 呃 他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給你一段文章 你第一眼下去 你也不見得看得出 他中文還英文 對不對好不好 來 所以 這個函數 這是第一隻ai 中翻英的ai 他在做什麼事 中翻英的ai跟 英翻中文ai 是不是必須做 必須完成一件事 就是他們兩個合作 我一段中文翻 丟給他 翻譯成英文之後 英文再翻回中文 這兩個要一模一樣 所以這裡 x 藍色點丟給y 再丟回x 這兩個 要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齁 這叫 Cycle Consistence Loss 那 英文翻成中文再翻英文 這兩個也要一致 對齁 可以齁 這兩個也要一致 好 那 什麼樣的函數可以滿足 欸 這邊過來 這邊 這樣子就是 滿足x 這樣子的一致 也滿足y 這樣一致 很簡單嘛 就這個東西他什麼事都不幹 就 input output 那這個東西也是 input output 懂意思嗎 就是我貼給Google翻譯一段中文的時候 Google翻譯就把那段中文原封不動的還給你 那你再把這段話丟給Google翻譯請他一番中 他也把這段話原封不動的還給你 這樣是不是 也滿足了cycle consistency loss 為什麼 因為他完全一致啊 沒有損失啊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只用cycle consistency loss 就可以了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 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input等於output 那這樣子 這個訓練等 這樣的循環沒有任何意義啊 這樣懂意思了嗎 欸有聽懂嗎 欸這邊一定要聽 聽得非常仔細啊 好不好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他欸 欸 我們剛剛cycle consistency loss 那是不是越小越好 跟我們對抗生存網路有關係嗎 好像沒有吧 對不對 那個cycle consistency loss不是越小越好嗎 欸 所以鐵定還有一個 跟game比較像的東西在裡面 只是我們還沒講嘛 對不對 好來那個跟game比較有關係的是 我們這個時候要引入兩個discriminator 分別去分辨X跟分辨Y 他們任務是這樣 他們要識別翻譯出來的圖像是真的還是假的 欸這不是跟我們那個game很像嗎 對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 然後這個我們來看一下下面張圖 下面張圖就是 這是末內的話 這是真實末內的話喔 這是真實照片 好真實末內的話丟給G1 G1是第一支AI G1是第一支AI喔 G2是第二支AI 他末內的話翻譯成照片 再從照片翻譯成末內的話 這兩個是不是要一致 這就是剛剛講的cycle consistency loss 這樣可以齁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同樣的 照片 翻譯成末內的話 再翻譯回照片 這兩個是不是也要cycle consistency loss 也要越小越好 這樣可以齁 好可是這樣子 G1是input and output G2 input and output 這樣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所以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來看齁 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我需要有個D1 複福的去分辨 這一張圖跟這張圖 哪一張是真的哪一張是假的 可以嗎 這個D1在做這件事喔 有了D1的引入之後 請問一下G2可不可以不做事 G2就不能不做事囉 因為G2如果不做事的話 他生成出來的圖永遠都是長那樣嗎 那G1 那D1怎麼可能認不出來咧 那你D1是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你在分辨到底這是照片 還是這是末內畫的一個神經網路 這個神經網路用想用 稍微用膝蓋想就知道了 他一定可以訓練得很好嘛 因為末內的話跟真實照片 一定是有一堆地方不一樣 現在叫你訓練這個網路 你一定一定訓練得出來對吧 好所以說我們需要D1來指導G2 告訴G2怎麼樣改我才會看不出來 可以嗎 所以這樣G2就不得不修正囉 G2不得不修正G1是不是也要修正 不然翻譯翻不回去啊 好同樣的 因為有了D2的幫助 D2是負責分辨真照片跟假照片 D2是不是可以負責指導G1 D2負責指導G1 所以G1也要改啊 G1也要改G2也要改啊 欸所以 這樣是不是形成一個循環結構 所以這叫cycle game 這樣可以嗎 聽得懂嗎 可以想像嗎 可以想像喔 可以想像是不是意味著 想像的出程式有多難寫 用想的就覺得程式很難寫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開始做了嗎 好所以總共有兩種loss喔 第一個loss是對抗損失 對抗損失對discriminator 那我們可以用Wgame的損失函數啦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不好這個就跟一般game一樣 你也可以用LSgame 好不好這個還好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告訴你一件事情 來 我們不做 我們這邊就不做實驗了 因為這個實驗做下去要很久 來 那個 詳細的那個結果齁 就是如果你要語法的話 你可以 從這個github裡面找到 這是我的github 好不好 裡面你就直接下載下來 你就直接可以run了 直接下載下來就可以run了 我建議如果你要學cycle game 你一定要下載下來玩 好不好不過那個語法要跑很久 而且要用GPU跑 用GPU跑也要跑很久 大概跑一兩天跑不掉 好 那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真的莫內的圖 真的莫內的話 這是 由G1產生的假照片 你看得出它像一張照片嗎 你覺得它像嗎 還覺得不太像喔 你認為這是一張照片還是一張油畫 中間看fake的部分 這是一張照片還是一張油畫 不過我當然知道它還不是很完美對不對 畢竟這只是一個小實驗 不過看得出來 確實跟油畫有明顯的不一樣 你照片跟油畫有什麼最不一樣的地方 你顏色的那個什麼銳利度啊 那些光就是光的那個亮度啊什麼都會差很多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油畫這些糊糊的地方都被它修掉了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點function的喔 這樣知道嗎 那你看它翻譯回來的 這個是 再從這張圖再翻譯回來 這兩張圖是不是很一致 可以齁 那同樣的來 真的 這是真的照片喔 這是真的照片 這個看得出是一張照片吧 你把它丟給這個 轉莫內的這個 這看起來像油畫了吧 這個你再告訴我它的照片我都不太相信了 你再把它丟回 墨內轉照片了 你會發現這兩張會模一樣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中間這些部分 中間的部分 是不是開始有點感覺了 對不對 這是訓練五十代的結果 五十代要四天了 這樣知道了嗎 這個真的 而且是用GPU訓練了四天喔 怎麼了 覺得代價頗大 對不對 好沒關係啦 但是你應該感覺出來 有明顯的改善了吧 對不對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問題在哪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目前看起來沒有問題吧 這個Psycogen看起來還不錯 很完美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 它其實還是有個問題 來 如果你想玩的話 因為我們手上不可能有墨內的話 所以我們手上只有照片嘛 對不對 所以想玩的話 我們下 你可以下載這兩個 這是Primatur跟結構 這Primatur跟結構 就是你可以把 Photo轉成墨內 就P to M Photo to Monat 那你這樣就可以拿自己的照片來換啊 對不對 或者你可以拿自己想要 自己的風景照把它換成墨內的話 好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讓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把 國防醫學的照片 把它 讀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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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我們先把它清空喔 好 這是一張國防醫學的照片 對不對 你可以換一 你可以換正可一張照片啦 好不好 你不見得要用國防醫學的照片 好 你可以換正可 你可以換你家的照片 好 那你給我看喔 我們把那個model給讀進來 好我們把那個model給讀進來 那個model就是你去下載 你剛用那個連結下載 你就可以下載到囉 好看一下喔看一下喔 然後你需要用mypredict這個函數啦 好我們把他讀進來 讀進來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轉換成末內的照片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會變什麼樣子 這是國防醫學的照片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轉成末內的畫之後 轉成什麼照片 欸 你覺得有像末內的畫嗎 有像啦 有 這是有畫 看得出來這是有畫 但哪裡有問題 他怎麼把綠色給人紫色 有改變 就是 雖不滿意 善可接受 對吧 好為什麼他把他換紫色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好 如果你們有 你們前陣子那個末內在那個故宮有展覽 你們有去看嗎 好我知道你們一定沒有去看的啦 你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嘛對不對 如果你有去看你就知道這件事 這個末內阿 末內他因為這個他 後期在做畫的時候 他眼睛喔 有點 有點 有點問題 所以他其實不太能夠分辨紫色 跟其他顏色 而且他很喜歡用紫色 所以阿 欸什麼荷花啊什麼 他都喜歡給他用紫色 那本來可能是綠色的 管他了 他都喜歡用紫色 反正紫荷花看起來很漂亮嘛 對不對 所以 欸 AI學久了也把末內的眼睛不好給學到了 所以 AI會把 綠色換紫色 有沒有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想一下 不過想出來就厲害了啦 好不好 媽啊你才剛學會這個東西 給你 兩分鐘的時間 你會想到怎麼解決顏色不變的問題 那這個就厲害了 當然是不可能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人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好不好 來 所以不滿意 尚可接受吧 對不對 你應該不會覺得這個東西 完全沒有用阿 對不對 應該還是 還是有一點厲害阿 好 所以我們 剛剛已經有兩個Loss囉 一個是 Cycle Consistency Loss 一個是 對抗損失對吧 最後我們還需要一個Loss 叫 Identity Mapping Loss 來 Identity Mapping Loss的邏輯是 我們希望Generator 學會的不是顏色轉換 我當然知道你把東西換成紫色 就很像莫內阿 對不對 但這不是我要的阿 我只希望你做風格轉換 請你不要做 顏色轉換 好 那怎麼辦呢 來 看著喔 我覺得看這個公式 不容易看得懂 我們來看圖 來 中間這裡是原來 Cycle Game的架構 對不對 中間這裡是原來 Cycle Game的架構 對嗎 可以齁 好 那 這個現在我們來給 來本來 墨內 這個G1就負責墨內 轉照片 對不對 那藍色負責什麼 照片轉墨內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一張 原來就已經是墨內的話了 丟給藍色 叫他照片轉墨內 這樣子藍色應該做什麼事 他應該什麼都不幹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本來就是墨內的話阿 你 你聽得懂意思嗎 他本來就是墨內的話阿 你叫他照片轉墨內 他就是把Input 然後Output給你阿 這樣可以嗎 好同樣的 照片 我們把他經過墨內轉照片 紅色是墨內轉照片 對不對 他是不是也應該不變 所以是不是要出現 Mirror Monet 跟Mirror Photo 這是我故意丟錯 好故意丟錯 這兩個要一致對吧 這兩個要一致 就叫 Identity Mapping Loss 這兩個如果要一致 他可不可以改人設 他不能改顏色 他改的顏色這兩個怎麼會一致 所以 Identity Mapping Loss 就可以強迫 整個Cycle Game 那個G1跟G2 不准給我改顏色 只准給我改風格 而且他還必須有個額外的能力 就是當我發現他本來就已經是墨內風格 他就別再改了 他本來就已經是照片風格 就別再改了 欸你有沒有讚嘆這個 設計這個人真的是很聰明 Identity Mapping Loss 這樣可以齁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了Identity Mapping Loss之後 來這是五十代之後的結果 來我們來比較一下好不好 這是沒有Identity Mapping Loss 顏色很明顯的有大幅度的改變嘛 對不對 尤其下面這張 下面這張簡直就整個都不一樣了 對不對 藍天跟白雲的方向根本就相反 對吧 你看 上面那個看起來還差別不大 下面這個差別就是蠻大的對吧 可以嗎 欸 顏色都沒錯了喔 顏色都沒錯 但是藝術風格還是有出來喔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所以我們再試試看 國防音學院的圖像轉換好不好 好 剛剛那是 剛剛我讀的是V1嘛 然後把它改V2 好這樣再做一次喔好不好 來再做一次 這是原來的國防音學院圖嗎 好我們讓它再做一次轉換 欸 顏色沒變了對吧 這看起來有像 墨內化嗎 看起來會比較像了吧 可以嗎 欸怎麼在笑 覺得很有趣嗎 覺得還不錯對不對 好來 好玩的不是這樣子而已啦 欸 既然它顏色不會改 那我可不可以再轉換一次 就是我現在已經有墨內化了喔 我把墨內化 丟進來 再讓它轉換一次 看得懂我的語法嗎 我把墨內化再丟進來 再讓它轉換一次 再畫圖 有沒有覺得 更加的藝術風格 再一次好不好 有沒有更 當然就是 你繼續下去 它可能就會糊到 不知道像什麼 因為 對AI來講 它很容易就可以學到 油畫是比較模糊的 然後照片是比較銳利的 對吧 再繼續下去它可能會更模糊 啦好不好 可能到最後也不太像 欸 有沒有覺得很好玩 這 還不錯吧 那個 等一下稍微試一下 看你要隨便網路上找一張圖 還是自己的自拍照 好不好 把它試著看看能不能把它換成 墨內風格好不好 這應該蠻好玩的吧 對不對 好 所以 欸 這邊就是我剛剛 第二次第三次 好這樣可以喔 這就是Cycle Game 厲害的地方 欸 所以Cycle Game 剛剛我們把這個整個介紹下來之後 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它真的可以用Ampare data 來做Training 對啊 這樣好玩吧 它用Ampare data 來做Training Ampare data 就是要多少有多少喔 對不對 尤其中文跟英文 上一節課最後我們就講到 Facebook就是用這個技術 來做Ampare的 翻譯 Ampare data 翻譯 為什麼 因為對於Facebook來講 各個語言的文字 它真的是要多少多少 想想你們貢獻的多少在上面 可是它一對一的有嗎 沒有 所以 它如果今天Facebook要做一個翻譯 Facebook上面不是有翻譯年糕嗎 它如果要做得比Google翻譯好 它是不是很需要這種技術 這跟Google不一樣 Google很有可能有Pair data資料庫喔 Facebook沒有啊 可是Google有可能有Facebook那麼多 像Facebook一樣那麼多的人 上去給人家發表一下自己的 這個進來的感情狀況啊 對不對 東西好不好吃啊沒有吧對不對 這是Facebook 跟別人最大的天然的優勢啊 所以Facebook是不是特別適合用Psycho Game來做 這樣知道啦 Psycho Game真的是很厲害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介紹了Psycho Game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實作它好不好 來實作它 實作它 就是鐵語法啦 好不好 你實作的話 剛剛有一些很快的東西 我們就一定不能夠跳那麼快 剛剛我們在講G1的時候 就講說它是一隻AI 對吧 連它有幾層 它有沒有用Recidual Learning 什麼都不講了 對不對 裡面有沒有Bench Normal 這些那麼多細節我們都沒講嘛對不對 同樣D1 D2 G2也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好好讀Paper 來看看 到底 這個 它的Generator長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嗎好 這是它的Generator的架構 我講的是剛剛那篇2017年原始論文喔 好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不用看的很仔細啊 簡單來講就是有一張圖 先Convolution 接著經過一個叫ResNet Block 這個鐵錠中間就是有Recidual Learning嘛 對不對 好 接著咧 在Deconvolution 嗯 果然 沒什麼創意 這不就跟 那個 Folicognetic Convolutional Network 差不多嗎 對不對 可以想像 好 好 因為Input Size等於Output Size 所以它結構跟之前做Segmentation的時候很像 好比較特別的是 Discriminator的部分 Discriminator本來是一張圖 我就只輸出一個 Output 說它這張圖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吧 現在它覺得這樣做太粗糙了 它做了一個東西叫Patch Game Patch Game Patch Game是什麼呢 欸我一張圖啊 我要用個稍微小一點的網路 稍微小一點的網路 去做全圖的掃描 做完全圖的掃描 每一個小一點的網路都會根據這個小框框 去告訴我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一個好的學習目標 應該是每一個小框框 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 都能騙過或都不能騙過 而不是整張圖看起來騙得過就好了 Patch Game是這樣講 欸 所以你Patch Game 你稍微想像你就知道 欸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小的Convolutional Network 因為這個掃描的架構 不就跟Convolutional的架構是一模一樣的嗎 可以想像嗎 它其實就是 Convolution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不要只剩下一個維度嘛 它就多一點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Patch Game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喔 好來 來這邊要 這邊要 這邊要來寫了 來看一下 好那 欸 要注意件事情啦 我們現在因為運算資源的問題啊 我們用的是閻割板的模型 好不好 那個完整的訓練過程 請看Github 那我們來看閻割板的怎麼做啦 好不好 這邊只有五張末內的畫 跟五張照片來做實驗喔 並且 每一張照片都被縮小成64x64 避免運算資源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 清空 好我這邊用GPU1 好我這邊用GPU1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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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就不秀了 好不好 就是一個 比較小張的圖 這樣可以齁 而且它只有五張 五張圖 好來 在定義model的結構之前 我們要先定義它的module 就它需要convolution的結構 它也需要 它也需要 就是 就是 residual的結構 它也需要 這個deconvolution的結構 這樣知道吧 這是module 有了module之後 我們把generator 寫出來 再把discriminator 寫出來 好這樣子 這兩個是函數喔 所以我這個就 這樣就可以產生G1 G2 D1 D2 這樣可以齁 再來 loss總共有三個嘛 對不對 有沒有觀眾貼的 都覺得很複雜 很多東西要貼對吧 好 最後還有函數喔 都還沒有開始做主加勾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產生這麼多個 來 給你看一下 一個一個看 第一個是 G1 這是G1嘛 對不對 monet to photo 第二個是G2 photo to monet 第三個 D1 D2 然後 loss1 那個第一個對抗準師 第二個對抗準師 一個cycle consistence loss 然後跟identity mapping loss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總共有這幾個損失喔 可以齁 不會太難啦 好繼續 好執行器 這執行器有多啦 好多個 因為有好多個優化目標啊 所以有好多個執行器 我們只用貼的 我們只用貼的 現在已經貼到快到300行啦 好 把 初始函數 丟進來 都還沒開始訓練耶 upminer跟updater 好 開始訓練 開始訓練 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真的覺得 總共700行啦 會不會覺得很嚇人啊 好這個model我們就不存了啦 好不好 好 凱傑會不會覺得很嚇人 啊 好我們 我們這裡 這裡剛剛 剛剛有問題嗎 對不對 這裡我們 喔這裡又可以了 媽的沒有邏輯啊 這邊的GPU 這邊的GPU 因為這裡是S Array了 對 因為這裡就已經給他S Array了 剛剛那裡沒有S Array啊 我剛剛不是說 把他弄到 把他弄到R裡面來跑 我把他S Array啊 S Array就是跑到R了 前面那個沒有後面這一段 前面那個沒有後面這一段啊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好不好 來 已經有人幫我試過了 700多行 700多行 喔操 啊怎麼怎麼沒有 喔 沒有Show Image這個函數 喔因為Show Image剛剛我沒有貼啊 Show Image這個函數 好來來來把它貼起來 好一開始他當然亂化嘛對不對 阿怎麼都慢啊 好像有點影子出來了 對不對來 第一張是圓圖喔 這裡是圓圖 這個是 假的照片 這個是假的Money 然後這裡是 這裡是那個 還原回來的 這一張要等於這一張 這一張是MIRROR 就是Identify Mapping Loss 這一張要等於這一張 這樣可以吧 所以要看中間這裡喔 有沒有發現越來越像欸 有沒有發現越來越像欸 你們在先貼Cycle Game的時候應該會覺得很好玩吧 你還是你用CPU做的所以 你沒有親眼看他越來越好的感覺 那所以 那所以 就是馬上就越來越好這樣子 很有成就感吧應該 這個 這個模型如果會的話 那當然這個 呃 就是 這個難度跟前面完全不同檔次吧 你們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一定很多人不會啊 前面那個 應該會的人蠻多的 這個會的人一定就不太多了 這樣懂嗎 好我們繼續讓他跑啦 那不是也不是重點啦 好 喔這個我當家庭作業喔 好吧沒有關係啦 反正今天課就算到這裡 這個 這個 我 建議 還是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用完整的訓練啦 雖然要跑四天 好吧 但你們都用我的GPU Server嘛 跑四天又跑四天 沒差 對不對 你們去收割就好了 對當然如果你們懶多一點 你們就直接 我這邊已經有那個P2M的 模型了嘛對不對 不是啦 你們如果只是想玩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下載啦 但是那個 欸能夠自己訓練還是比較好 而且 我建議啊 好玩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不要用我的範例來做訓練 欸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範例來 來 我是魯州人 第一個 這是館長嘛 土生人家說 香土情 看吧館長換成正妹 喔 溫柔酒郎 對不對 這個這個 這個好不好做喔 這個其實不會很難 我小時候 你稍微想一下就覺得不會很難 那館長的直播 在YouTube上面要多少多少 你把他影片 你把他弄下來然後把他 轉存成 直接配個檔就好啦 遇到30歲 我就沒了 換另外一個直播主 那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這個女生我就不認識啦 這女生是誰 你不認識嗎 所謂的欄尾會 什麼會什麼會 這個 好那我們來看 這是館長轉正妹 啊正妹轉館長 你真的是自然就是醜的人 你真的不要幻想自己自然就是美 因為很多人真的是自然就是醜 有看到嗎 欸轉的還是 有點不像啊 但是 就是有 還是有一點糊掉的地方 對吧 欸但是 這個是想都沒有想過的吧 很厲害啊 這可以換臉欸 對不對 欸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那個 那個 你有沒有辦法把你的臉 改成 主任的臉這樣子 然後代替他講句話 這會怎麼樣 你覺得 覺得如何 對不對 代替他幹條你不想要 不喜歡 不喜歡人這樣子 還是改成院長的臉 對不對 欸 所以我覺得 欸可以去 可以去試著就是找一些 就是 呃 你這個照片轉末內 這個 這個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有趣的應用啊 好不好 欸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欸你有沒有 更好玩的應用 可以來做 可以來做 這樣知道嗎 請問一下 你這樣做出來 就可以 呃 real time這不是問題啊 你就是影像在拍的時候 你馬上運算 real time不是問題 你只要有那個model real time都不是問題 只要你 你推理的運 需要資源比 訓練少多了 欸 real time真的不是問題 好頂多就是FPS比較差一點 你也許 你也許 沒有辦法做到 每秒60張的real time轉換 但也許 每秒 10張 可能是做得到的啊 對不對 好 這樣 看起來 還不錯吧 cycle game 應該是蠻好玩的 好我們今天課 上到這裡啊 我想問一下 就是 總共16個 16堂課上完嘛 你們覺得我們介紹哪一堂課 覺得最好玩 這樣子 好或者我們不要focus 我們不要那麼多堂好了 就是 我們下半學期的三 三大主軸 物件識別 文字 文字 最後做出那個 就是病例生成嘛 對不對 跟這個cycle game 你覺得哪一個 比較有興趣 好 我會發表一下 你覺得物件識別比較好玩 你呢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 你覺得 你現在是生成的 不是生成的 如果 如果要看每一階段 如果 你我現在想辦法 你自生成的 為什麼 你想要生成什麼 生成Paper 我想要請電腦幫你寫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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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每個階段來看 好 沒有關係啦 這個 就是 其實 每階段有不同的相關 其實他們三個模型都很好玩 好不好 甚至還可以做一些組合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 教的模型還不算特別多 你想想看喔 現在你可以把圖像 你可不可以把圖像 讓他生成一段描述 這不就 看著圖像打整段嗎 看著X光打整段 這種做不做得到 邏輯上好像也做得到 對不對 因為 這個就是語言生成嘛 只是給他一些condition 對吧 這個condition圖像的特徵 我可以用CNN去抽啊 所以 看起來他 看起來應該是有很多 有趣而 好玩的應用 應用方式 對不對 這就是現代 這個 就是人工智慧 欸 這就是現代人工智慧 真的就是 應用層面很廣 然後 又真的很好用 對不對 所以 2016年之後 大家才會覺得 就是人工智慧時代來臨 好 這不過 就是 欸 為什麼能夠突破呢 其實重點是這個 欸 AlphaGo AlphaGo是讓媒體就注意到說 人工智慧的重要性 對不對 但更重要的是 同個時期 欸 如果你吸引了一堆人 往這方面看 但沒有相對的技術 其實沒有用的 其實重點是 Recedure Lending 對不對 沒有Recedure Lending 現在網路根本升不起來 有Recedure Lending 網路就升 網路要多升有多升 你們知不知道 AlphaGo的網路幾層升 AlphaGo 2016年比賽的時候 他網路 他有兩個網路去做成AlphaGo 兩個網路一個13層升一個15層升而已 並不是很深的網路喔 不過他就已經做得很好了啦 那你說為什麼他才13層升15層升 很簡單啊 他在做的時候 一三年欸 那個時候拿Recedure Net 對不對 現在叫我做 我一定有Recedure Net做 會不會比較好不知道 但我覺得至少不會比較差 對不對 好 那來我們還是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做一個 整個就是整個課程的結論這樣子 好 就是欸 我們 雖然我們現在學了很多人工智慧的技術 並且我們能夠 應該找到那個印射函數是 滿容易的事 那個印射函數就是人工智慧嘛 對不對 從X到Y的印射函數 我們人其實也都在做這件事 就是 給我一個input 然後我給你一個反應 這樣知道嗎 欸 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人的學習 跟現代人工智慧的學習 還是差蠻多的 現在人工智慧的學習 似乎沒有big data 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欸 可是你 你曾經受過big data訓練嗎 欸 似乎沒有 對不對 這輩子應該 不會有太多人告訴你說 欸 這是貓 這是狗 對吧 很多東西你甚至只要有人跟你講過一次 之後你就認得他了 所以人的學習跟 現在機器的學習其實不太一樣 這樣知道嗎 人的學習是怎麼學習呢 我們現在可能還不是非常清楚 但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畢竟我們隨時在 我們的感官隨時在接受刺激 所以其實我們腦海裡面 應該是有大量無監督的資料的 沒有label的資料應該有非常多 對不對 就像我現在看著你 就一個人一直在那邊啊 對不對 雖然沒有人告訴我 那是一個人 對吧 欸 所以說 對抗生存網路的變化 這 剛剛那個psycho game 還是2017年的東西啊 現在2019年嘛 對不對 我也不清楚 過了兩三年會不會出現更突破的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 非常有趣啊 Psycho game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使用unlabel的data 來做training 而且可以training得很好 對不對 這是不是更像人了 這樣知道了嗎 欸所以 我們現在人工智慧的這個研究啊 我們希望可以往這個 越來越像人來接近 好 那 來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課程啊 就是 我們這樣一整個學期上完喔 我們希望有 就是 從哪些地方你必須帶走的東西 你要注意 第一個 我們 課堂的前半部 幾乎都在講理論 都在講推導 對不對 那些推導的理論 不知道從現在你角度看 覺得有沒有用 可能 可能你會覺得沒有什麼用 也可能你會覺得很有用 但 就是 這個就要看你工作性質啊 對不對 如果你 喜歡 就是 你都貼人家 你的工作性質是 都用這個已經 開發好程式 就是把不同的圖片換一換 這樣做應用 那我想大概 那些數學理論 對你不是很重要啊 那重點是找到 如果你要純做應用啊 你的重點是找到 學會了某些東西之後 找到它可以應用在哪裡應用得很好 就像說你已經學會了cycle game了 你並不想要improve它 你是想要找到 有現有的技術之下 我去哪個地方可以把這東西 發揮得很好 好 可是如果你的 工作 是要做一些 以前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對不對 不是只有學術界來做這件事啊 就像自動駕駛車就這樣啊 你現在哪一個 現在哪一個 自動駕駛車的公司 敢說自己的車到路上開 已經完全 可以負責了 沒有嘛 對不對 那你就需要一些突破 那你需要一些突破 那勢必就有一些理論上的基礎 需要突破 就像說現在我就知道 這個 自動駕駛車現在車禍的這個 場景 需要用 那個遊戲的影像來生成 可是問題就是做得不是很好 如果可以做得很好 他們就有數不盡的data 對不對 做得不好 那是不是就需要一些 數學理論去支撐去改進它 對不對 舉例來說像 今天我們 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cycle game 就算學不會 我覺得另外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讓你知道這件事 誰跟你講 0跟1的輸出 就一定要是sigmoid output 加上close entropy 欸這個很重要喔 沒有人告訴你這件事喔 所有的推導 都based on剛剛的那樣的情境 那這樣子 它才是唯一解 沒有那樣的前提假設之下 它就不見得是唯一解了 好不好所以我們 理論的訓練還是很重要 那應用的訓練當然也很重要 對不對 欸至少讓我們開眼界嘛 不是只有圖像分類 現在很多人講做AI 都只會做圖像分類啊 對 會做物件識別的人已經不多了 也就是 相較於圖像分類 會做物件識別的人 少非常多了 會做文字 會做cycle game 那更少 cycle game跟文字幾乎 呃 我目前主要說 號稱自己會做AI的 大概百分之 除了騙 除了騙錢的以外啊 大概大部分人都會做圖像分類 會做圖像識別的應該就 少於百分之三十 甚至少於百分之二十了 那 會做語言的 喔大概又更少 會做語言的我嚴重的懷疑不到百分之十 會做cycle game的 幾乎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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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覺得少於百分之五 就是 幾乎沒有聽過有人說 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從來沒有做過 甚至連普通的game都沒做過 根本不知道game有多難訓練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 欸 我們課就希望 就是帶你們就是了解這些東西啦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還有一些任務啦 就是剛剛講看圖說話 聊天對打 這件事情 你覺得做不做得到 好像也可以 那個 那個 語言 我現在講句話你要給我output 這不就是 跟翻譯很像 對不對 有一個input給我一個output 對吧 那這個input 我是不是一樣可以透過 如果 循環神經網路 抽特徵 抽換特徵 那就是condition了嘛 或者甚至 我還沒有想到聊天機器人要怎麼用cyclegame來做啦 會不會cyclegame可以做啊 欸 搞不好可以 我嚴重的懷疑也可以 對不對 好 好 沒關係 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好 就我們今天課的上到這裡啦 啊 還有沒有什麼 什麼想要知道的 想要了解的 好啦看起來都沒有啦 好不好 那就 就這樣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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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